我是Joyco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新兴的富豪的来源 好 今天我们在8点到9点的单元当中 等一会儿要请的是黄岐宇先生的启动观察演 来给我们谈谈股市怎么样启动再度上万点 可以再攻吗 今天我们启动观察演 从礼拜二搬到礼拜四 非常谢谢黄岐宇先生一起搬家 你就知道媒体的弹性如何 我问你刚才 其实以后每一个人 我们小时候读新闻 你不是学新闻的 我们是学新闻的 以前讲的这个最开宗民意的讯息 叫做这个就是Messages Media 那现在看起来每个人都是媒体的 是啊 比如说你当你手上的一个智慧性手机 无时无地在拍摄 可以拍摄很多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你无所遁形 所以人家看就是说 你这个网路上 你会发现你从不管FBA 你每天会接受太多的影片的 你知道我的人生完全不一样 以前我们上政论节目的时候 就是如果是现场的话 那你就现场 那如果有什么新闻 最新的动态发展的时候 其实是电视台的新闻部 如果有东西 他立刻就传给主持人耳机 然后主持人再告诉大家 然后现场再反映一下 或者是这个录影的时候也是这样 但是现在不同 现在我如果在上政论节目录影的时候 一方面我的手机告诉我即时新闻 然后中间空档的时候 我还可以在FB上对即时新闻发表谈话 然后还可以同时 最好笑的是我们的来宾们可以透过LINE 然后互相在聊天 那不小心当然 如果我们两个人是好朋友 那旁边那个人很讨厌 我们两个可以一边在LINE上骂他 然后就可以这个发输我们高血压的可能性 你看看这个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就这个东西叫做新的一个产品 改变人类的生活 改变人生活 改变整个社会的形态 所以你要了解 我日常觉得再过十年 再过二十年 现在的整个媒体的风貌 会完全不一样 那我请问你 那你们财讯啊 或者是你们谢金河老板啊 这个的媒体有什么因应 因为昨天城邦说他裁员嘛 那裁员人虽然不多 可是很多人就说 你看台湾人都不念书 使得城邦这个必须裁员 那传统的媒体其实 现在有老传统媒体 跟新传统媒体 传统媒体现在所碰到的问题就是 你要想象你五年以后 十年以后 你还有没有生存空间呢 应该 我觉得用几个方面去想 就是说你的 就是说未来是以内容取胜 对 有种可能说 你现在一本杂志里面 你可以变成说 我在网络上卖的话 我可能是卖一篇文章 嗯 过去是卖一整本书 嗯 未来可能是卖一篇文章 对 或者一个观点 所以我觉得未来你的观点 愿不愿意让人家去花钱 去买你的观点 是重点 其实讲得非常好的意思 就是说 未来每一个人的身份证 每一个人的名字 其实都是卖点 是 只要你在那个部分有专业 所以我说媒体 内容很重要 你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人作为媒体人 你要不断的充实自己 那你就以前可以获悉你嘛 就说我当个一个记者 或是一个媒体人 因为我在一个 对 我在一个黄金媒体里面 对 那我获悉你嘛 我就混混混混 如果说你变成一个人说 你本身就是一个品牌的话 你要看到 周一刻我写什么 你就会看 别人写 不太想看 因为他只看 因为他只买这家报纸 就像我们做财经的分析一样 我们这个东西都可受公平嘛 而且现在很厉害说 我们写每一篇文章 讲过很多的话 你都会在Google留着嘛 对了 你Google留着的时候 人家会对你的 长期以来的信用 做一个检视嘛 所以我觉得为了 你在做一个媒体人 媒体的个人 是经营你自己的信用 第一个枪法 不管是媒体人 就是未来每一个人 都可以是媒体人 因为在这个文明社会里面 你都要沟通 那你可以有自己的家庭的社群 或者是你的朋友的社群等等 那这个完全改变了 你知道真的是内容主打一切 这两天最红的人叫做董淑珍 他可以在不同的频道出现 可是呢他的出现就变成一个 像这种都是鞭炮型的内容 就是他一时之间被大家注目 但是像他这样的人 因为他很特别 你要分析他为什么会受大家注意 就是他声音很特别 然后他讲话都不让别人讲话 第三他的主张很特别 所以他的内容也很特殊 我觉得他符合一个特性 被网络讨论的议题 所以他非常符合 他本来没有这个意思 可是我讲的东西 嘿好网路会不断的讨论我 所以就今后 这个我们要跟听众 当然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自己要这个学习成长进步 否则的话你就会被淘汰 但是我跟齐一两个人 最理解的互相的默契共识 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成为 这个content的充实者 对因为现在的内容太多了 那内容太多 你要做一个整合 我觉得我应该要 我觉得我的工作应该就把很多的讯息 然后这么多到底是 这样子这个讯息这么多的时候 你对未来的影响 作为一个判断跟一个整合 我觉得才是重要 因为我觉得应该在未来媒体 比较缺乏这一块 你任何新闻都有嘛 对 可是这新闻是哪些是有用的 哪些是重点 对 哪些才是可以长期追踪的 因为现在在网路上 才有影响 因为有些新闻是没有意义的新闻 好的 今天呢 我们进广告了 回来之后就要告诉大家 建股资金 股市在公万顶的新战略 这是由黄启义先生 所写的先探杂志1828期的 他的种族笔的专栏 等一下我们来检验他 在节目后半段呢 我们要请黄启义 从长期的这个财经 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看 蔡英文女士 她的坚强的执政团队 因为她现在以内政为主 外交两岸放在旁边 那但是内政当然就是经济发展 那蔡英文的经济发展的团队 她跟这个企业界人士见面 究竟企业界人士 为什么那么怕民进党 是真的怕民进党吗 我们等一下也请秦义来 为我们揭晓这些 这个大家所不知道的内幕 马上回来 coco早餐 coco早餐 启动观察眼 好 启动观察眼 今天王庆已在我们的现场 第一段要讲建股资金 股市在公万点的新战略 八点半以后 要为这个蔡英文的执政 坚强的团队啊 来做一个蓝图的建议啊 那我们先看看 这篇晚章好长哦 公万点的这个新的战略 有哪些战略呢 没有很长 四个配局啊 不会太长 慢慢看就挺 对年轻人来讲 一页就很长啊 我是年轻世代 网路上文章啊 你泼出来不要太长 网路上你让我这样滑滑 滑到第四章 我就不想看了 何况年轻人 我一下讲啦 其实台湾 我又觉得台股 这是在目前在这个 9800到1万之间 还会拉锯几次嘛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可是你上个礼拜讲过了 以前都上万点以后 回来就很惨啊 所以现在还是这样子吗 因为每一个阶段 但是我觉得 这股市的过程是这样 会不会到一个某个 一个目的地 然后目的地要怎么 到目的地的时候 是往上继续走呢 还是走回头路 所以你在马拉松要跑多久 你现在跑 这个马拉松是跑 全马是四十几公里 是跑到一半呢 还是到三分之二呢 其实股市我们每天在看这种信息 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台湾股票市场这一次的 的一个到接近的万点啊 其实我会觉得 其实大家 为什么我会写说 万点的工房站 新的战略 也很简单啊 其实说 很大 其实媒体啊 就回到媒体的观点 媒体很喜欢说 指数要不要上万点 为什么 因为这个媒体 这个标题一出来 就会吸引人 其实对一个实际 在股市操作的 跟买卖的人 或投资的人 其实到不到万点 其实到目前为止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是你的投资的 你买的股票的内涵 这才是我们要探讨的 因为每一次啊 整个一个 一个时代的转换啊 你得了解 这台湾股票市场 目前的面临的结构 最近其实你去看 很多的一个 一个台湾股票市场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当中国在整个 扶植它的供应链之后 过去有没有谈过 它对台湾的杀伤力给影响 而这一次的股票的一个 公道9800到1万点之后 其实很多的相关的 被中国大陆所竞争的产业 股票是往下在跌 包括我们讲 之前讲到这个 说这个 公司叫美律 它做这个手机的 所谓的声音的 所谓的这个系统 这个供应链的 最近被中国大陆的 所谓的供应链所取代 所以说影响很大 其实我要讲 其实像目前 台湾的目前最大的竞争 最大产业的 最大的竞争的一个压力 是来去中国大陆 就中国大陆 它都把你学走了吗 就很简单讲 就是这样子 跟我们以前学日本人一样 所以我就说 我们要讲 很多人像这样讲说 包括朱主席到中国大陆 都讲中国要对台湾让利 嗯 其实我对 那这样可憐 其实我就觉得说 如果老是台湾 期待别人去让利给你的时候 台湾就可怜 其实我常常想一个逻辑 中国为什么要对你让利 问大家 为什么要对你让利 中国说我们是兄弟职帮 要让利给台湾 你要说同属一中 我就不懂说 兄弟就要让利 你问你哥跟弟弟有没有对你好一点 现在在家里面兄弟姐妹也没有让利吧 对啊 王文阳都跟他爸爸 所以中国已经有 都跟他兄弟姐妹打成那样 所以一定有些企图嘛 所以我要讲说 当整个中国进入到习近平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他很显然的 他在对中国 对台湾来讲 对台湾来讲 其实整个让利 我觉得不要太期待了 那你的上公安点的策略就是 第一不要指望跟中国有关的产业链 我应该这样讲的 是说现在 那是指望美国吗 其实现在的 我还回到我的观点说 未来 整个台湾的企业 如果说你的企业 你这些个股 完全是以中国在生产为 生产中心的话 你要小心一点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压力会出来 现在我在提到最近 从这个我从去年底才提到 这个美国在亚太的着力点 包括我讲的东南亚 包括越南 现在黄契也是美国派 我想我们是 汽车零件 运动鞋 包括这些房子 你可以发现 现在台湾股票涨的就是这些 不是吗 不过你三年前就开始这样讲 可见你是甚有远见 不是我们在观察一个 一个趋势的转变 而且过去我们 从2000年 那时候我都跟很多人讲说 中国变成这个 从生产基地变成 这个消费的一个世界的时候 开始变成一个消费大国 它会改变很多东西 对 一样的道理嘛 现在最近啊 中国大陆在 也是企业在公布 所谓的企业的财报 低级的财报 其实我很喜欢看 中国的企业公布财报 因为企业很多中国企业 尤其在香港挂牌 公布财报的时候 财报是真的吗 我讲重点是什么 它里面有一个产业分析 财报出来就有产业分析 那我要讲说 尤其中国很多重大 比较指标性的企业 我去看它财报里面的 对这个产业的分析 很多里面的资料 非常难得 它多市场趋势的分析 最近我看到一个公司 叫申州国籍 申是那个 春申金的申 就是申期 申是以前上海的代表 上海的简称 申州国籍 这家公司为什么重要呢 它是中国最大 成一代工厂商 申州 州是州级的州吗 申州 它是中国最大的 这是纯大陆人投资 还是有台湾人 中国的企业 纯中国人的企业 它就像 它地位就像台湾 现在如虹一样 好 大家比较容易懂 那应该比较大吧 它里面的产业分析是什么 它说啊 现在它把它客户 它的客户中 主要客户是 UNIQLO Nike跟爱迪达 它先把它的客户的 成长性跟大家讲 它第一个 它接单的情况 UNIQLO 它在今年接单 客户成长7% 爱迪达成长10% Nike也成长15% 第二个 它讲了一个重点 它说现在 它的宁波厂 它人工的薪水是 800块美金 一个月800块美金 越南厂 一个月薪水是 350块美金 那表示如虹 还很有发展吗 我们如虹不是在越南吗 柬埔寨 280块美金 你从它这些 中国企业讲的 什么薪水 就跟我们讲一个 很重点就是说 原来现在中国 跟东南亚 这些柬埔寨 劳工的优势 已经降低很多 所以我要讲说 为什么这一两年 这些企业 你可以想象说 为什么那个成衣股 为什么可以涨到400多 我的天啊 他们这个温州的 纺织工人 800块美金 我们大学毕业生 才22K 他已经24K了 对啊 我说薪资成本 我来进广告 马上回来 其实也要告诉大家 上万点的攻略 同时要谈 蔡英文的执政团队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启动观察眼 好我们的启动观察眼 今天呢 这个第一个题目 还没谈完 好一分钟之内 告诉我们怎么会 这个 你的意思就是说 跟中国大陆相关联的 这些代工厂 恐怕这个 没有办法带动 供上万点 还是跟美国消费市场 有关的 应该来讲 就是说 整个跟你的生活 消费习惯 消费市场有关的 包括 怎么分别呢 现在目前的 你看它的股价 是在整个一个 强势整理 不是一路下跌 是一路往上 多投了格局的股票 它具备 大部分都具备 这种特色 那我要讲的是说 只要你现在是 还在做代工的 而且中国市场 尤其中国市场为主 我想大家要特别注意 没有做代工的是哪些呢 像大力光好像就没有啊 它有在大陆社长吗 没有啊 没有啊 HTC也没有啊 HTC HTC主要是供应链上 来不来得及的问题 HTC主要是品牌的问题 对 品牌 品牌的问题 它已经品牌 已经被打入到十大以外 最传统的还是 传统的那些代工历 因为你现在 在面临 这个亚太的崛起 尤其东南亚的崛起 现在能卡到位了 我觉得 我跟你讲 台湾下一个 重要的成长力量 会不会来自于越南 因为台湾 除了中国大陆之外 投资最多是在越南 越南 人家台数在越南 有钢厂 了不起 那个已经太 我要讲 十几年前 台湾有很多的纺织 日写 它已经在大陆 在整个越南深耕很久 这些的企业 包括目前 我讲在整个 我想安倍到 这个日本 美国之后 我相信在整个第一 在很快的时间内 TPP就会出来了 那在越南整个一个 制造中心的行程 越南柬埔寨 缅甸 未来发展的 我觉得是整个重点 所以我们的企业界 其实已经看到了 那我要问你的 所以公万点 就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对不对 那你重要是 不是万点 我还是回答 重要是 你是买什么个股 万点的品质股票 对 个股 那这些个股 你可以看仙探 看黄秦宇的 还有牙口无言 讲这句话就结束了 看仙探周刊 1828期 黄秦宇的公万点的战略 好 这个是一个大的 这个 有高度的一个观察 那接下来呢 要从起义的 长期的财经 媒体的工作的经验 来告诉我们 蔡英文他 前天他去访问 公总的这个 理事长徐胜雄 他是希望 能够淡化这个 民进党反商的 这样的一个印象 但是我也看到 昨天有一些电视节目 对蔡英文 非常有反感的 这个特定的政论节目 就把蔡英文 以前播出来的 他在2012年选举的时候 批评国民党旁边 站的都是有钱人 然后那段播出来 意思就是说 你以前批评 人家国民党 跟有钱人在一起 你现在要去 跟有钱人在一起吗 他的三大保证 一个是政商关系透明化 一个是实时情义 一个是坚强的执政团队 那我请问你 蔡英文的这三大保证 企业界怎么看 我这样讲 现在台湾 就是因为这样的 两党的所谓斗争 或攻击 把所有有钱人污名化 把所有财产污名化 应该我们这样讲 并不是每个财产都坏的 应该坏的是什么财团 是要靠特权 谋取不当利益的财团 才是坏的 所以我也知道 我们也是这个态度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 那企业家应该把那些 劣币赶走才对啊 那他批平政党干嘛 台湾的这长期来 就有一群人 一群的一个时候 因为政商关系 变有钱啊 然后他们同业 其实私下也很 也很生气啊 我就说 然后那你 这种财团被放大之后 让大家觉得财团都是坏的 嗯 如果我这样讲好了 台湾那个财团啊 如果都 如果台湾没有财团了 没有这个大企业的话 台湾经济能继续发展 不是我应该讲说 不应该仿山啊 仿对山人 伤人 台湾国一定 嗯哼 伤人 那你 你你 你实际上 你企业情绪要发展 反正就是因为 所以你应该鼓励 蔡英文不反商啊 那去讽刺他 酸他干嘛呢 那我请问你嘛 那蔡英文怎么个不反商法吗 他有什么样的 因为他未来可能会当总统啊 其实我就觉得说 我们要检验他耶 台湾啊 我这样讲啊 从大家 我們過去啊這個從2000年之後 被阿扁執政的時候 那國民黨要搶回執政權 國民黨就講一點說 我們國民黨比較有執政經驗 我們對財經很內行很厲害 可是大家從2008年之後 馬英斗上台之後 他有覺得他財經很厲害嗎 好像沒有感覺 他有大陸和平紅利啊 然後放給權貴買半 回答回想現在的經濟 人民的感受情況有比阿扁時代好嗎 你說他跟阿扁時代 跟馬英九世代 台灣的經濟 大家覺得好像 那不管啦 那我要講是說 那我要回來逼問你啊 你不要怕得罪人 蔡英文究竟他的堅強執政團隊 必須有哪些成員呢 我跟你講成員 我覺得應該在講成員不是太重要 而且為什麼不重要呢 其實我覺得是制度才重要 那你回頭要真的講成員的話 我看到幾個人 其實有個林權嘛 一個張錦森嘛 其實我台灣最大的經濟問題 是歲制的問題 什麼叫歲制的問題 因為我看到林權 想到一個什麼東西啊 民國77年 這個郭萬榮啊 推政所歲的時候 旁邊有個學者支持他 那個叫誰 那個叫林權 林權他已經說了 他是幫蔡英文 要助選他 其實他說他這個已經退休 他對於將來要不要進入內閣 他其實是有比較謙虛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跟林信義都不錯啦 因為現在蔡英文比較曝光的身邊人是這三個 因為他帶去見許勝雄 然後被大家這個討論 其實他們身邊還有胡勝正啊 陳柏智 我的意思就說 這些人都不錯 除了張錦森哦 他被彈劾過哦 這個我也不懂 為什麼柯P要讓他做富邦的讀懂 然後張錦森 這個啊 蔡英文還要用來用去的 很多人說要用這種 嗯 呃呃 比較呃 比較彈性的人啊 不曉得啦 我的意思就說 其實蔡英文有一個最大的障礙就是 他上次選舉 被人家用俄羅斯娃娃來批評 所以他的內閣團隊 如果堅強的執政團隊都是 阿扁執政陰影的人才的話 我跟你講國民黨到最後後期啊 十月十一月管他是小貓小狗選舉 就這樣打你這個還是有用的 一定會的 這可以想像 所以他要突出啊 他要有不同的圖像 不同的面貌啊 我覺得比較好了一點 跟過去不一樣的時候 大家現在對國民黨經濟上的執政的一種能力 沒有像以前那麼信任 那我在講過說 但是對民進黨沒有信任啊 對 那問題在這裡就說 這是民進黨的危機耶 現在整個台灣啊 這個制度的混亂在哪裡 稅制啊 我想稅制是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憲法一樣 根本大法 你不能亂動啊 可是這幾年我想稅制亂動 其實造成台灣極大的影響 為什麼說 兩種不同的講法 楊志良認為分配不公 然後這個 對有錢人有幫助 那有錢人又說你亂戳税 我的錢又不要回來 你講分配不公啊 我這樣講一個邏輯 就是說其實這種 為什麼現在大家看到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為什麼 大家有沒有想到為什麼 因為有錢人不交稅 我覺得這句話不一定對的 為什麼有誰是 哪一個有錢 我跟你講 你看郭台銘 有錢人的資本利得沒有交稅 沒有交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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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所稅 你問他郭台銘一年講多少稅 那他應該講的鼓勵 因為他沒有領薪水 這是幾億的稅 多少期他每年講幾億的稅 也許他沒有薪資所得 可是他有更多的 所謂的資本的利息的 所得稅 因為買房子的稅 以前也太少 那我要講的說 其實很多的一個改變 你沒有辦法做不出一個 我覺得台灣這個稅的改變 是非常的嚴重 那為什麼 為什麼說 我這樣講 回到我 我剛講 為什麼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其實最重要的源頭是什麼 全世界都要印鈔票 不是貧富越來越大的員工 我給你講了很早大家就說 因為釋出太多的人力了 我們的青年人的薪水 為什麼不增加 因為你同期競爭人太多嗎 大陸搞了十幾億 印度搞了幾億 然後跟你等 我們只有兩千萬 我的意思就現在大學畢業生 你要跟全球的平台比 你的薪水怎麼增加嗎 拜託 人家隨便找一個別的地方 都跟你一樣 但是我今天要談的是 我要很鄭重的請教 民進黨跟蔡英文 你要逃避兩岸政策 就說他覺得兩岸可以逃避 他回到國內的這個民生 國內民生 你真的有優勢嗎 我跟你講 你如果把這個陰影的那個 阿扁的圖像不拿掉的話 有問題耶 我這個命題就錯了 你如果說台灣是無法自決 國際社會 國際經濟 你要看台灣的國際 國內的民生經濟 一定要從世界角度去看事情嘛 不管怎樣嘛 他總要給我們一點人 我是想請教你 企業界人士對於阿扁團隊 究竟有沒有信心嘛 這個比較重要耶 現在他出來的人還是阿扁團隊耶 所以我就講嘛 就現在的你台灣呢 其實對財經人才 不管是馬團隊 對阿扁或蔡英文的團隊來講 其實我們看不到新的 那是因為他們不肯用 年輕人多的是 那個支出創投那個林資誠 跟那個詹益健好的要命 沒有 在六年級生 我現在覺得就是說 我覺得對馬跟蔡來講 都有同樣一個毛病 我覺得啦 這現在蔡還沒上台 他們對所謂的 社會公平的分配這個問題啊 是假公平假正義 不管怎樣啦 一樣同樣的一個問題嘛 我還是要問你啦 企業界到底對於蔡英文 有什麼疑慮的啊 我覺得現在來講 我覺得疑慮 可能比過去少一點 為什麼呢 他覺得馬已經這樣了 而且大家對馬比較有期待啊 那共產黨說 你要有九二共識 你沒有九二共識 我不跟你好好來玩 你的經濟就會垮 這個對蔡英文是壓力嗎 我覺得 我覺得蔡英文 這個東西一定會改變 所謂改變 你就說 你對這個新的解釋 新的改變 我以為大家 你記得大家這個 在那一年的選舉 最後一個禮拜 每個企業講 企業家跑出來講 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 有沒有 所以很多人說說 很多人說說 這個把蔡英文打垮 那我覺得 蔡英文一定很care這個東西嘛 嗯 但是不管怎樣 我care的是 蔡英文身邊不能贊得的 每一個人都戴著阿扁的面具 這是我非常良心的建議 你在 如果你繼續戴著這些阿扁的人才 到各處去拜會的話 慢慢慢慢 人家國民黨就一栽你一個 嗯 扁團隊 你就完蛋了 八點四十分 零幾秒 馬上回來 我們來看看企業界 有哪些人可以從政的 Coco早餐 啟動觀察也 好這個台北的這個B案的查查 到底有沒有污名化財團 還是財團自己跟社會之間的連結 這個基本的責任 或說基本的利潤平均分享的概念 不夠透徹 政商關係不透明化才造成這一波 大家對企業財團的一些批判 不管怎樣 呃民進黨跟國民黨跟財團的關係在二零一六的選舉 你喜歡從這個工資源裡面撈好處啊 拍戲 所以我們要反這反什麼財團 反那個有特權的財團 那第二個我講 應該講 呃剛才我們在跟客戶幾下私底下聊天 我覺得有個觀點很重要 先未來經濟發展跟過去完全不一樣 你現在所有的工商團體 包括許瑟什麼工種什麼種什麼商種什麼種 他們那些人就是舊思維啊 你不覺得那些人的股價你去看他都多少錢 我們現在有好幾個 對 你去看那些什麼 什麼工種商種 那些是幹嘛的啦 Coco姐問我說那些 那些什麼這個商業領袖 我就不要看他們商業領袖 你看他股價多少錢 他們為什麼沒事還要出來罵人呢 因為他們就是那些都是國民黨時代的外圍主持 那我就看 你看你說我們像大力光啊 那個這個台灣現在最有競爭力的企業 欸他他連民間的所謂台莊最有名的企業家聯誼會 在盤思維他都不參加了 他不需要參加 對我就說不是 他連那個都不參加 他說我就努力我做我自己 那我說第二個我想 這個世代喔 很多新經濟出來說很多用新的創意 創造很多新的有價值的公司出來嘛 嗯 就是我們過去就談了很多的 像我們最近這個講的Uber 叫激人車的一個系統 欸他現在雖然沒有掛牌沒有上市啊 人家估值他至少兩百億美金以上 欸他沒有一台車都沒有 他用網路平臺 做一個平臺讓你去 這個車子再整個一個 我搭車我就call Uber去弄 去搭到車子 就像中國大陸 這個我們去中國大陸 如果去的話 他現在中國大陸叫車啊 要滴滴打車快遞打車 那騰訊跟阿里巴巴弄出來的 他也他就靠著這個 他沒有不必買太多的車子 我只要靠一個平臺 所以第一 借用平臺造成一個形成一個交易 我跟過去的實體的經濟 過去我要開工廠 我要投出多少能力 是完全不一樣邏輯的思想 以後的生產的中心啊 這個實體中心 他其實是一個經濟規模非常好的 然後用網路平臺做行銷啊 就是創意 我說做交流啊 過去我們思考經濟的方式 是用 那人才的運用也可以如此 對我說我投資一個東西 我投資像我們投資一個石化廠 要多少錢啊 多少員工多少設備 這種叫重資本的一個工業啊 行業啊 我想對未來的一個 對未來的台灣的發展啊 我覺得已經不是那麼適合 全世界恐怕只有幾家鋼鐵工廠就好了 幾家石化工廠就好了嗎 搞那麼多幹嘛 我意思是說 現在要比的是創意 我想講說 不管我們現在看到 中國的很多的一個網路的世代起來 其實你看那個都四十幾歲了 他們都靠網路創意 而且網路創意的邏輯 是跟你網友不一樣 就像未來的這個媒體 媒體的發展 跟現在是有線電視當道 可是20年前是所謂無線電視 無線台的時候 20年以後應該沒有電視 對 變成怎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瓶的 那這個過程中 如果你還是用舊思維說 我們就像 當20年前的無線台 的時候 他看到有些電視 沒什麼沒什麼 我們 我們還是戰友率最大 可是你沒有改變 你還是維持舊思維 你會被淘汰 所以我這樣講 也許 蔡英文對未來的財經團隊來講 如果蔡現在用過去的舊團隊 她還是舊思維 我覺得Coco姐講的也蠻好的 是不是要用新的人 新的腦筋 新的腦袋 或者他有啦 因為他身邊的人說 因為選舉還沒有接近 他們會推出新的 但是不管怎樣 2016年 我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將來我們可以討論 我們2016年的總統選舉 還要糾纏在兩岸關係 九二公司 還要糾纏在 跟企業家的 這個政商的什麼反不反殺嗎 拜託 這是2020 2010年以前的老問題 我們未來是要看未來的 所以未來我覺得甚至包括選舉方 選舉方式或治理國家方式 對 可能要有不同的思維跟邏輯 要有前瞻性的一個講法啦 這個或者蔡英文是在留著他的法寶 還沒有這個啊 開始競爭 但是不管怎樣 因為現在新興世代的選民 或說 新興世代不是年齡的問題 是啊 是這個 我們的這個 智慧型手機已經把世界改變了嗎 接受新思維的能力 對 我們有接受新思維的能力 才是你能夠成長很多的一個 一個動力跟來源 然後付諸行動嘛 所以蔡英文的 堅強執政團隊還有待強化咯